今天呢 大伙说一个发生在清光绪年间的这么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啊 光绪年间发生在哪呢 发生在河北卵州 卵州城啊 出了这么一位敲珠将 这个敲珠将的敲字怎么写呢 一个焦焦急的焦旁边一利刀 这个敲珠啊 我不知道大伙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的知道有的肯定是不知道 这我得给大伙解释解释啊 这个小时候我见过敲珠 我们家养过珠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 十四五岁十五六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家的羊啊都卖了 羊都出卷这羊卷空着 当时呢 也不知道我爸我妈怎么想的 就养了一窝老母猪 这老母猪呢 还真叫下崽的 下了一窝小猪崽 哎 这小猪崽子里边啊 有公有母 这母的不用管的 这公的 就得敲 敲珠啊 就得敲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公猪给它散了 这小的时候 小猪崽 哎 不大的时候 你大了不行 大了你想敲 你也敲不了 容易给敲死了 就小的时候 把这猪给散了 这叫敲珠 具体怎么操作呢 就包括太监啊 咱都知道 这古时候 皇上身边有太监 那么说这太监 怎么才算是太监 这太监 把它散了 是怎么做的 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给大伙介绍一下啊 不是说整个把这生殖器 都给切掉啊 那样不行 整个生殖器都切掉 那就死了 甭管是人也好 还是洞也好 你整个切掉 那就完了 把这个命根子 这个命根子是什么呢 就是猪的两个狗丸 用小刀 把外面成皮一划 然后用手一挤 把这俩狗丸给挤出来 这猪这被子 废了 没有生育能力 这个敲人 善人 其实也是这个手法 像看电视里边啊 一整说是这个 我记着我小时候 看过哪个电视剧 应该是 伟小宝 那鹿顶记 里边那个太监海大富啊 他那个命根子 是一个大瓶子里边装的 我看什么都有啊 那是扯淡 如果这是什么都切掉的话 那就废了 人家活不成了 咱说你都切掉 怎么上厕所 怎么尿尿 都是假的 真正的 甭管是敲猪也好 还是善人也好 就是把这狗丸给寄出来 这人就没有生殖能力了 这个敲猪 这是一技术活 手法必须得娴熟 必须得快 这小猪尖啊 才不遭罪 而且他那刀子 也得快 也得锋利 你说那刀要是炖的话 你咱那干磨干蹭 整不开 那猪糟死罪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爸杀羊 我记得很清楚 那禽刀就不快 哎呀 那羊那个糟罪 那个惨 干杀也杀不死 活糟罪 要么有那么一句话 叫炖刀杀人 这是最难受的 哎 这个敲猪 敲猪将 他也是一个职业 这活他也总有 因为说养猪的多 咱说这猪经常下小猪肢 长大了 这个你要不趁他小时候给他敲了 等他稍微长大点猪的东西 他闹倦 哎 必须趁小的时候就给他删了 把这猪敲了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 这猪肉好吃 如果说要不敲的话 你认明他长的话 那烧刨的那肉不好吃 打小 给敲完之后了 他这肉啊 就不骚气 你包括羊都是一样的 这个羊啊 羊肉最好吃的羊肉就是结羊 哎 结羊 这结羊就是被散了的公羊 你如果没散过的公羊 他那肉又酸又腥 散完之后 那肉又鲜又嫩 你看那太监啊 说话那都细声细语的 就包括他的皮肤什么的都变好 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 具体的法详细咱也不知道啊 反正动物被散完之后 那肉确实是好吃 所以这公猪 如果不留种猪的话 打小的时候 肯定是要挨这一刀的 哎 咱们今儿要说这故事 就是一敲烛枪 他所经历的事啊 这敲烛枪啊 他凭着祖传的这个敲烛手艺 骑着一头大叫驴 走向串村 常年是奔走在卵河两岸 这人姓什么呢 姓朱 哎 本身他是干敲猪的营生 别人就送他一外号 叫什么呢 叫猪一刀 这猪一刀啊 手艺好 祖传都是敲猪的 干活特别麻利 他敲一窝猪胆 用不了一袋烟的功夫 哎 手特别麻利 但是呢 他每天呢 也干不了几个活 为什么呢 他这人有个毛病 好喝酒贪杯 到谁家去 给人敲猪 把活干完之后 做人家炕头 把这酒中一端起来 那不喝到太阳落山 他不下坎 哎 就贪恋这悲重之物啊 为了喝酒 每天都是早早的就干完活 天黑了才回家 哎 一喝就喝到天黑 俗话常说呀 你常走夜路 没有不碰上鬼的呀 这猪一刀 他就是夜道走多了 终于是碰上鬼了 咱人们常说啊 活人见鬼不死 你都得八成皮 可猪一刀呢 自打他见了鬼以后 不但说没倒霉 反而是走了红运了 歪打正着的 唠了一个好阳手 怎么回事 我慢慢给大伙说 话说那天这猪一刀啊 到了三十里铺去给人敲出去 这个事啊 凑巧 怎么的呢 注意到咱前面说了 他是 见酒呢 就叫爹的手 请他敲猪的那个主呢 刚好 也是管酒 叫爷的手 你说这俩人到一起了 那能不喝吗 必须得喝呀 酒疯知己 相见很晚的 这一通好喝呀 从大赏武 敲完猪之后 一直喝到 半碗 都已经掌灯十分了 这猪一刀啊 才恋恋不舍的 把手里这酒中子 给放下 离开三十里铺 回家 他来来去去 都是骑着那头大叫驴 这猪一刀呢 那天也是 喝完酒之后 骑上这大叫驴往家走 可是上了驴之后啊 被风这一吹 这酒劲啊 上来 酒劲往上涌 这猪一刀就觉着 自己这脑袋呀 迷糊 浑浑沉沉的 他呢 也没太当回事 趴这个驴背上 任由这大叫驴啊 自己往家赶路 他这大叫驴了不起 一直是跟着猪一刀呢 常年在鸾河两岸啊 走向窜村的 对这方圆百八十里地啊 大道小道 这头驴早就已经是烂熟于胸了 根本也不用吆嗑 也不用牵 顺顺利利利的 自己就能顺着道 走回鸾州城 所以这猪一刀啊 他每回喝多的时候 都是趴在这个驴背上 似睡非睡的 咪蹬一道 等什么时候驴不走了 他把眼睛睁开一看 那准是到家门口了 平时都是这样 今儿也是 猪一刀迷迷糊糊趴在驴背上 这驴往前一走一颠呢 它在上面还挺舒服的 可是走着走着 这猪一刀就搅着今儿这道啊 有点不对劲的 哪不对呢 从三十里铺回鸾州城 三十里地的路程 往常啊 按现在重点说 不到两小时就能到 可是今儿啊 他估计得走三个多小时 怎么还没到 他迷迷糊糊都睡一小觉 都醒了 这驴还走呢 这猪一刀感觉不对 打这个驴背上坐起来 坐起来之后 醉眼迷离的一看 好嘛 感情这驴啊 压根就没在这个道上走 在哪走呢 在一坟圈里边 一个劲的转圈呢 这会儿把这大叫驴给累了呀 忽耻忽耻的直喘 浑身上下那毛都湿透了 这驴出汗 一出汗浑身那毛啊就湿 我不知道大伙见不见我这个驴出汗啊 小时候我爷家养那条驴啊 在地里边干活的时候 赶上天热的时候 那真是浑身上下往下躺汗 一看这一样的情况 我爷就不让这驴干活了 就说看着心疼 歇一会儿 凉快凉快再说 这会儿猪一刀 看他这头驴 拿手一摸 浑身那毛全石头了 这猪一刀心里边犯嘀咕 这怎么回事 怎么走这儿去了 这一下这酒啊 就醒了一半 等他揉揉眼睛啊 借着这星光一看 猪一刀发现 在这个驴跟前呢 前面有一黑影 拽着这条驴的江上 领着这头驴 围着这个坟圈呢 转圈 他这一下就明白了 脱了 老人常说 常走夜道没有 不碰上鬼的 好嘛 今儿我是遇上了 这猪一刀啊 打这个驴背上 一出了就下来了 他本身呢 带着酒呢 另外一个 他这人胆特别大 再一个常年动刀 见血都见惯了 心狠手拉 他真就不怕这鬼 借着酒劲 打这驴身上啊 出了下来 悄悄的 就倒这黑影背后了 这黑影这前面 拽着驴还走呢 啊这鬼 猪一刀到他身后 猛一伸手一把 就把这小鬼 后脖杠就给掐住了 猪一刀咬着牙说 好你个狗东西 你狗胆包天哪 你怎么敢调理我猪一刀 我告诉你 我猪一刀这大半辈子 猪羊猫狗我都敲过 我还没敲过鬼呢 他妈的 今天你送上门这个 好正好让我老猪试试刀 看看敲鬼怎么敲 这个小鬼啊 这时候咱得讲一下 这小鬼的内心 也不知道这个 这位啊 当了多少年鬼了 估计他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有一天 能被敲 这小鬼一听猪一刀说 敲他 吓得拼命 打这个猪一刀手里边 挣脱出来 撒腿就跑 他万没想到 我好不容易 迷了一个 没成想 这要敲我 撒腿开始跑 这猪一刀呢 无缘无故的被这小鬼啊 调了半宿 这带着酒 那心里边有气 能让他就这么跑了吗 一个剑步蹿上去 穷追不舍呀 把这小鬼给撵的呀 抱头鼠串 慌慌如漏网之鱼呀 这小鬼也是点呗 有点慌惑择路了 三转两转之后啊 让这猪一刀 给逼到一个死嘎拉 山穷水尽呢 无处可逃了 这小鬼啊 俩手捂着裤装 一头啊 就钻到这个 鸡脚嘎拉上去了 缩成一团 这猪一刀呢 真是 上前一把 把这小鬼头发给抓住了 问这小鬼 跑 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这小鬼被撵到这鸡脚嘎拉上 那真是逼到绝境了 没招了 使出这个鬼呀 救命的绝招 什么呢 鬼滋牙 这是鬼的绝活啊 吓唬人的 追到 伸手 去拽他头发 这小鬼猛然一回头一回脸 呲呲一嘴 渗人的白牙 嗨嗨一笑 露出一脸猙獰 要吓唬这猪一刀 要正常人看见这一幕 真就害怕 可是这猪一刀呢 真是魂不立 胆子也大 手艺也好 那真叫一高人胆大呀 这小鬼一扭脸 一呲牙 这猪一刀这会儿 正在气头上呢 根本就不怕他 冲着这鬼脸 呲呲呲呲 呲了三口唾沫 咱都知道啊 这个鬼呀 怕人吐吐嘛 吐的 都说男人这个口水里边 羊气特别粗 他用唾沫这一吐 彻底把这小鬼给吐蔫了 注意到这时候 既是手腕一用力 把这小鬼给滴了过来 狠狠的就给摔地上了 拿脚踩着 随后打自己腰上 他腰上有一小皮兜 打在小皮兜里边 把自己敲出那刀给撑出来了 对着小鬼在裤裆里一划 顺手里一捏 就听这小鬼一声残叫 两个能有安全弹 那么大小的 两个鬼搞完就给挤出来了 这小鬼啊 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落这么一个瞎场 都当了鬼来让人给删了 哎呀 这个事 算是拉倒了 这猪一刀把这小鬼敲完之后 这气也消了 回头 骑着自己的大叫驴 扬长而去 回了鸾州城了 哎 等他回去之后啊 第二天 他就觉得这事有意思 到处出去说去 咱说这种事 哪一传十十传百传得可快 这么稀奇罕见的事 敲鬼的事啊 哪听下 哎 第二天这个事啊 没到一天功夫 一早的时候 这猪一刀出去嚷嚷去 没到晚上 这事传遍整个鸾州城 那轰动了 不到三天功夫 传遍乱河两岸 猪一刀打那以后 鸣声大振 哎 打那以后谁家呀 再有个家宅不宁 宅里边闹鬼的 就花钱请他上门去驱鬼一下 这猪一刀还真敢接这活 但是接活之前 他先问 是男鬼是女鬼 要是男鬼 那么没问题 OK 给你绊的板板正正的 没毛病 要是女鬼 接不了 因为女鬼 没啥玩意 可敲的呀 这猪一刀 驱鬼呀 他不像别的和尚老道 那么掐绝念咒 画幅作法 他就是 只要是逮着鬼 摁地上 就一敲了事 哎 刚开始这猪一刀啊 照常还是 走向 窜村的 给人敲猪 顺便呢 谁家要是说 闹个鬼啥的 他搂草 打兔子 顺带脚 稍带脚把这个 敲鬼的生意啊 干一干 可是后来呢 他敲鬼的生意 越来越好 就没有时间 顾及敲猪了 咱想想 敲猪一个 能给多少钱 敲鬼 敲一个 给多少钱 这敲猪的生意啊 索性就不干了 就气了本孩呢 专门敲鬼 他一敲猪将 成了敲鬼将 好嘛 自打这猪一刀 成了敲鬼将之后啊 鸾河两岸这赤妹王俩 邪魔外遂 那可遭了罪了 都怕这猪一刀 就连猪一刀腰上挂那 敲猪的刀 那小刀 都成了驱凶辟邪的东西了 成了发宝了 谁家要是有个家宅不宁啊 或者家人被这个邪碎缠身呢 只要把他那敲猪刀请来 往那门框上一挂 妥了 甭管什么邪魔歪 立马退避三舍 逃之遥遥啊 咱说什么玩意 他都怕敲啊 当他开始 这猪一刀的名气是越来越大 不仅在乡野村庄 和市井坊间家喻户晓 就连这豪门大户 还有官府衙门 也时不时的请猪一刀 上门去驱邪去 咱们话说 光绪十二年 鸾河发大水 这个河堤绝了口子 冲毁了二十多个村庄 淹死了上万口子的人 自打这鸾河绝堤 闹了水斋 鸾州城里边的支州府 就突然开始闹鬼了 每到深夜 这院里边就会狂风大坐 飞沙走石 把这个门拿窗户打了 噼里啪啦直响啊 而且还伴随着 一阵一阵甚人的哭笑声 顺着这个门缝 窗户缝 往屋里边钻这个声音 听得让人毛骨悚然 不寒而栗 这支州大人 虽说是 官面 当官的 他也怕鬼 害怕 把这支州大人给折腾的 心神不宁 寝室不安 都听说 这个兰州城里边 有这么一个敲珠的注意到 这支州大人 早就听说过他 没成想 支州府里边闹了鬼 赶紧让这个自己手下的总管 把这敲轨的注意刀 给请到府上来 驱轨辟邪 诶 注意刀一看是官厅来的活 这活得接 要是能交上官道的朋友 以后自己有什么事啊 也好吧 官面要是有熟人 跟没熟人 那就简直天差地别 注意刀把这活揽下来 咱们简短节说这注意刀 一进这支州府 他就觉得这个府上啊 阴气很重 到处都能闻出这鬼的味道 那我说注意刀 他一敲珠的 还能看出阴气吗 还能闻出这鬼的味吗 能 为什么 因为这种活他干多了 你再不明白了 谁家闹鬼 他一进去 这感觉跟不闹鬼的人 他就不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阴气 他经常整鬼 他就知道 这鬼有股特殊的味儿 他一进这支州府 就发现 这支州府啊 阴气很重 哪哪都是这个鬼的味道 可是 这注意刀 找遍支州府 前前后后上上下下 鸡脚嘎啦 没发现这鬼的藏身之处 注意刀啊 开始紧张 开始警觉了 注意刀心说 这支州府里的鬼 看来跟外边 不一样 不能掉以轻心啊 支州府里这个鬼 可能不是等闲之辈啊 你看 阴气这么重 找不着他 哎 怎么办呢 白天找不着 等晚上吧 到了晚上 这支州府的总管 让下人在院子里边啊 摆上 供桌相案 准备好 香蜡纸钱 荤素供品 还有四个黑驴蹄子 还有半斗黑豆 这应用品呢 都是驱鬼法师用东西 注意刀 过来看 把这东西弄好 叫注意刀过来瞅 注意刀来一看 摆摆手就算了 撤一下撤一下 整个这虚头八道的干什么呀 你糊弄鬼呢 你整点实在的呀 这总管说 什么实在呀 你弄俩猪蹄子 你再给我弄盘花生米 再来一坛的老烧就行了 这总管一听 哦 那这些 都撤也撤也 不要 这总管不敢怠慢呢 赶紧把这些个先撤一下 然后按照注意刀的吩咐 猪爪子 花生米 老烧 都给预备齐了 把这些个东西 都上齐之后 总管带着两位下人 在一旁站着 随时听后调遣 这猪一刀呢 坐在这院子里边 啃着猪蹄子 吃着花生米 慢慢悠悠喝着烧酒 等着这鬼现身 咱们简断结束 一直等到夜半三晶 三晶时分 院子里边刮起一阵阴风 卷着这圣人的哭笑声啊 顺着这个墙根 妈妈妈妈妈 就奔院子中间就来了 打着旋就过来了 这总管和两个下人呢 吓得浑身体似塞康啊 有两个都尿裤子 这猪一刀啊 这时候 用这衣服袖去 拗袖头子啊 擦擦嘴上这油 高兴了 来买卖了 可算是来了 说话间 这猪一刀 打腰上 这小皮兜子里边 把敲出这刀 就给掏出来了 慢慢站起来 奔着那股阴风 步步逼近 这猪一刀自打 干上敲轨这个行的 他什么鬼都见过 什么刁钻古怪的鬼 都碰上过 你甭管什么 劈头散发的 嘴里边吐了 大红舌头的吊死鬼 毛发倒树 锯齿獠牙的 大肠指甲的利鬼 还有那变幻人形 射人魂魄的 勾魂鬼呀啥的 他都见过 甭管什么样的鬼吧 都逃过猪一刀 手里边这敲竹刀 最后都成了烟鬼 可是今天晚上 芝州府里边那鬼 只闻其声 不见其行 猪一刀 一伸手抓一个空 一伸手抓一个空 咱说这活没法干了 这鬼分明就在 这芝州府里边 上蹿下跳 可是猪一刀 愣是逮不住他 咱讲话 要是能抓的话 一个半撂倒 踩着后背 拿这刀往裤装那一划 一起 这活完事 前到手 这朋友交下来 但是这鬼你抓不着 怎么办 情急之下 这猪一刀啊 气得 手里边 钻着这个 敲竹刀 对准了这股阴风 嘴里边喊着 招 这刀搜的一下 奔着阴风 就撇过去了 这注意到时候心想 你卷着阴风 你肯定在这个阴风里边了 我拿刀往里边标你 不能说那么准 把你给杀了 最起码把你划伤了 扎伤了 给你划出一刀口也好啊 让你献个形啥的 这刀就给扔进去了 这时候就见一刀寒光滑过 奔着那股阴风 这刀就去了 随后 这注意到 还有这总管 在家院里的下人 都听见 芝州大人寝室里边 传出一声惨叫 这声惨叫把大伙给造愣了 怎么回事 怎么往风里边扔一把刀 到屋里边叫上了 赶紧的 注意到 还有总管 下人急急忙忙 跑进这芝州寝室 等进寝室之后 就看见了 有那么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在地上痛苦呻吟 在地上滚来滚去 总管赶紧呢 让下人把灯点亮 这一照 发现在地上躺着的 是芝州大人 这俩手捂着裤装 来回打滚 在地上啊 还有两个 像鞍村蛋大小的东西 雪淋淋的 是什么 大伙想啊 在地上还微微堵动 这时候总管愣了呀 注意到也愣了呀 这总管拿胳膊捅注意到 哎 怎么回事 注意到哪见过这个呀 我 不知道啊 我刚才是 扔风里边了 这 这跟我没关系呀 这是 我是驱轨的呀 这是谁干的 好嘛 这手法可以 这总管什么玩意可以 我们这芝州大人 没打算进攻啊 这 这咋 这咋 咋嘛啦 刚才这屋里边没人呢 他自己把自己给 给敲了吗 这俩人在这嘀咕呢 这时候身后有一吓人就说 哎 你们看 地上有个字 这注意到 还有这总管 一听吓人说地上有个字 在地上找 还真找 这芝州大人躺的 这腿下边 有几个字 这几个字啊 是雪低沉的 他不是说像笔写的那么工整啊 不容易被发现 但是这雪低沉的这个字啊 能看出来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什么呢 刚才呀 应该是这个 芝州大人 也不咱们自己这个 当下啊 这俩搞完就掉下来了 然后看 那他躺血那玩意呢 躺上鞋啊 他这一躺 我就要在这屋里边转圈 结果这雪就滴出字 在地上 什么字呢 贪末朝廷 治河官银五十万两 这几个字 雪滴出来的 咱们简短结束啊 这芝州大人 后来一命呜呼 这人死了 咱说 躺那么些血 能不死吗 那么说 这猪一单 后来干嘛呢 还是老老实实的敲猪 在敲鬼的事 他不干了 为什么 因为 打 给芝州大人 驱鬼这个事 打这事里边 他明白一个道理 世间所有的事 都是冤有头 再有主 就包括一些鬼呀 说要来害一些人 他都是有缘由 注意到心想 我如果说 擦手 干这个事 把人给敲了 我等于是作孽的 怕糟报呀 打那以后 不尴尬了 又干回老本孩 这敲猪将 变成了敲鬼将 打敲鬼将 又成了敲猪将 但是打 这回干回敲猪将之后 这注意到心里边特别踏实 之前干敲猪将 没觉得这么幸福 这时候自己觉得 人活着 还是平平安安 坦坦荡荡 你什么都强 好了 给我捞点了 其实这故事 就给大伙说到这儿 这次就给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